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家有喜事 家有喜事 今天又是IWIN為大家來講解漏盤 再次和大家回到我們背後熟悉的身影 又是那句 迷失在綠島上 每一度瘋禍日麗 這句話大家絕對沒有記錯 又是回到我們南城鄉山小鎮 在南城鄉山小鎮這個項目 IWIN已經是一而再再而三 為各位觀眾朋友來到現場和大家介紹過這個樓盤的情況 甚至由剛剛開播這個樓盤一推出出版房 甚至出售樓報的時候 IWIN已經一路上為大家再拍了很多集這個項目 但基於前期所有的影片都放在項目以內 當然我們各位觀眾購買一套房產 都是過幾十萬甚至過百萬 畢竟不是買一件衣服 很多觀眾朋友就會問到一個問題 這個樓盤相對已經了解得很清晰 過三隻戶型各種朝向 還有望光和整個樓盤現在的情況 開發商品牌等等的情況 其實有很多觀眾朋友相信 已經是一一列清楚的這個訊息 但是永遠買一層樓 真的不是買一件衣服 在一層單位的話 除了買回來有四面牆之外 在這四面牆之外的內容 其實我們都要好好關注一下 畢竟我們買了這個光景單位 不是單純追著它這個單價優惠程度 價錢固然之重要 但是它不是重中之重 我們都要著重這個樓盤 這個產品的一個價值的問題 今期Iwan就和大家談一談 四面牆之外的內容 其實有很多觀眾朋友 由開頭就已經一直在談 南城它的地塊 關於磨刀島的各種訊息 其實一直以來會較為之含糊 究竟磨刀島上面 以往由歷史遺留下來 歷經這麼多年間 它上面的地塊規劃不完善 上面是產生了很多廠房的緣故 究竟這批廠房 目前何去何從 在網上十分之多 對這一批廠房的一個傳說 這些廠房有人說 污染指數極高 不適合居住 也有人說這些廠房未來會搬走 整個磨刀島 以後是沒有廠房的 是打造一個生態園 有我們的旅遊島 有我們的農家樂等等生態 甚至有我們的遊艇碼頭 甚至南城香山小鎮項目的規模 都是我們一個島尖的板塊 整個生態園打造出來 其實大家由我們開頭的一句說話 就是我們迷失在整個 六島上的每一道風和日麗 十七公里的跑道 以及五大主題圓林等等的話題 其實可能對這一批廠房更加行惡 究竟最終廠房的決策 和整個磨刀島的地塊 會是怎樣呢 今集節目就是和大家共同研究一下 這一個地塊在政府的角度 是會怎樣規劃的 這樣就讓我們在網上 在我們中山市的土住建局 和土地規劃局的各方面的官方網站上 找到一份文件 比較適合和大家一起去探討 一起去研究 我們現在馬上把畫面 轉換入我們的網站看看 我們先看 我們打開了這份神灣磨刀島的規劃調整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整份規劃調整上面有五個點 分別是我們一規劃範圍 二,2020年當年的一個用地現狀 三,就是2015到2020年的 這個中山神灣總體一個規劃情況 四,就是今次的規劃調整內容 五,就是我們的規劃方案的一個介紹 其實今天我們由這個公視版 去詳細再分析整個神灣磨刀島 它未來的一個規劃 以及它整個用地的情況 我們就可以得知 去一起研究一下 究竟磨刀島上面 它的工廠 以及我們南城香山小鎮附近 看到的那些廠房 究竟對人體會不會造成傷害 以及對環境會不會造成傷害 污染 各位觀眾看到現在的畫面 就是我們中山市人民政府的一個政府網站 我們只需要在政府網站的搜索欄的位置 輸入我們的磨刀島 就會來到我們智能搜索平台 然後大家只要往下拉 就看到我們一篇關於中山市神灣鎮 磨刀島的一個規劃調整 我們只需要點進去 就會彈到我們資源局發布的一篇文章 就關於磨刀島上面的一個調整 批文公示 我們可以發現左下角 就有一個公視版 這個是附件下載 大家只需要點一點 就會得到一份中山市神灣鎮磨刀島 控制線 詳細規劃調整的一個圖片 現時我們先一個個點去看 看第一個規劃範圍 整個磨刀島 我們會看到總面積達到1040.91公頃 總共佔了神灣鎮的用地 佔了17.1% 當中磨刀島 其實已經開發 只是用了281.11公頃 佔了磨刀島的總地塊 僅僅是四分一 27.01%的面積段 去到第二個點 就是關於我們用地 在20年當時的情況 磨刀島 當時在用地方面 就是用了59.8公頃 佔建設用地 是281.11公頃 工業用地 和我們村莊建設用地為主 分別佔了46.42 以及我們20.7% 接著大家可以看看我們的表格 在表格上 上面其實是看到整個磨刀島當年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第二個 右手邊的表格 表格上面都比較清晰 我們可以看到第二個用地的性質 用地性質上 分別有居住用地 二類居住用地 服務 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用地 以及工業用地 我們比較關注的工業用地 出現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工業用地 是屬於二類工業用地 我們這裡先保留一下 關於二類工業用地的解釋 接下來會為大家 一一詳細再講解 再下去 其實就是一些公交 城市建設公共設備 以及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H23的這個位置 就是港口用地 然後再拉下去 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張圖片 就會比較清晰明了 整張圖片上 除了綠色 啡色 灰色 以及黃色 我們就一一介紹 在這張圖片的左下角 就會看到 分別 黃色的R2 就是二類居住用地 淺黃的H14 就是村莊建設用地 我們再拉下去 究竟啡色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點話題 就是這個M2 大家看到 就是二類工業用地 我們目前南城香山小鎮 其實它是一個倒尖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在以往的規劃上 這個是一個E2的用地 即是我們的農林用地 但是現在 因為當年是2020年之前的規劃 現在重新開發了 頭彎的磨刀島 它進行調整之後 這一塊R2 就變成我們今時今日的 南城香山小鎮 根據五年的調整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接下來的第四個點 就是規劃調整內容 在規劃調整內容 大家可以看看整體的情況 我們這裡有兩張圖 兩張圖分別就是 我們整體的一個調整情況 因為圖片比較細 我們再往下拉 就可以看到這個表1 在表1的話 這一份表就是規劃調整前後的一個對比情況 大家可以看到調整的方案 最號 以及我們調整的內容 具體內容 調整前後的一個情況 以及一個調整的原因 整份圖片都比較清晰 關於這個粉紅色的位置 就是一個道路系統的調整 藍色就是用地調整 在用地調整的話 就是關於我們今天重點的話題 大家可以看到B7的這個位置 在B7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會由工業用地的調整 會出現一個W1 去改變成M1 在W1的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W1就是我們的一個 一類物流倉儲用地 未來在B7這個 批文上面可以看到 我們有部分的倉儲用地 都會變成M1 即是我們的廠房用地 我剛剛以及 上面大家都了解到 有M2 就是二類廠房 M1 就是我們 國內 去統稱 一類廠房的一個簡舍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 無論是神灣物流倉儲用地的調整 都是W1 調整後 就會變成M1 接著我們再往下拉 關於B12 都出現了一個工業用地的調整 由M1變成H223 M1就是我們一類廠房 H223 接下來我們都會說到H223的符號 它的一個情況 究竟H23是一個什麼內容 這個位置 H23 都不跟大家買關子 其實H23 就是我們的港口的位置 接著再到灰色的板塊 就是一個地塊指標的調整 關於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看 一類工業用地的指標調整 就是第二項 它分別調整前的容積率 調整後就會拉大了 會由0.8至2.5 變成1.0至3.5 接著 再由限高 沒有進行調整 都是24米 意味著 未來一類廠房的高度 是去到24米 我們按照住宅的情況 住宅是3米一層 38是24 基本上它的限高 在工業的限高 就去到住宅大概八層樓 的高度 接著 按照密度 也有上升拉大 所以 未來廠房 內的規劃用地內 密度也會相對較高 接著 我們可以去看 我們的第五項 第五個點 因為第四個點 就是一個簡單的規劃 第五個點 大家可能會比較 比較上心 關於第五個點 它就會更加詳細去 去解決我們前期所講到的內容 接下來第五個點 它又分了人口規模 和用地的規模 我們先講講人口規模 在規劃片區內的人口 就為 城鎮人口 產業就業人口 和 現狀村莊的人口 本次規劃 主要是採用了 建築面積測算法 和 就業人口 密度 測算法 去預測片區的人口規模 在預測片區 整個規劃片區內 總人口規模 達到五萬人的地塊 在用地的位置 我們在整體用地 1040.91公頃 總建設用地規模 就為488.64公頃 當中 城市建設用地規模 就為412.12公頃 這就是我們未來 整個神灣的開發 和建設打造的一個情況 是接近 是接近 50% 如果大家還記得 我們去講第一個點的時候 整個神灣 磨刀島上 20年的現狀 大家都記得 是281.11公頃 基本上 今次的調整後 神灣的最新方案 打造完之後 足足增大了200公頃 現在 基本上 是 去到 總佔地面積的50% 接近率 然後 大家可以看看下方的 各種文件和表格 我們再詳細了解一下 關於神灣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表二 就是市政公用的設施一覽表 這就是市政的設施 分別大家可以看到 有邊電站 有污水處理廠 有污水的崩站 以及垃圾轉運站 環圍 垃圾收集站 再生資源回收站 以及公共廁所 消防站 分別 數量在這一欄顯示 我們也看看 關於定位方面 以及用地的面積 建設的面積 以及所在的地塊 後面秘註的環節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詳細去看文件 去進行研究 大家可以看到 關於規劃新增 以及保留現狀 說明有一部分 公共設施 現時是有的 有一部分 是需要等待新增的 然後再看看旁邊 就是公共服務設施的 一覽表 可以看到 我們同樣的表格 只不過是關乎到的內容 我們看到 未來 這邊 九年一貫制的學校 36個班 九年一貫制 差不多接近一級 有四個班 在這個位置 數量會有兩個 全部都是規劃新增 這兩個學校 九年一貫制 基本上叫做九年義務教育 在這間學校 就可以完全落成 我們再看看下面 就會有 公立的學校 分別我們的小學 24個班的小學 幼兒園 三個幼兒園 一個體育場 體育場 這邊的佔地面積 可以看到 23493.16平方米 建築面積去到四萬多 都是居住區級的 一個體育場館 都是未來規劃新增 社區體育場 就是社區公園 裡面會包含到 好像現時珠海的一些 社區體育場 就會有我們的足球場 籃球場 羽毛球場 乒乓球場 乒乓球場 以及有些體育場 社區體育場 還會出現網球場 這邊的話 在整個神灣 未來會新增 五個社區體育場 一鎖三甲醫院 四個衛生站 以及街市辦道處 遊艇碼頭 公交站場 會保留 會新增 兩個公交站場 即是公交總站 會新增 兩個公交總站 在神灣的位置 接著 社區服務站等等 活動中心 遊證等等 這些公共設施版塊 接著再往下拉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未來規劃完善之後 整個神灣磨刀島 的一個情況 大家可以看到 神灣磨刀島 是四面環崗的情況 總體 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左下角的小表格 上面 有二類 以及三類 居住用地的規劃 以及公共設施 公共服務用地 行政 文化設施用地 以及教育用地 體育用地 醫療用地 以及一些商業服務業的設施用地 在這個版塊 大家可以看到 以及下面的一些工業用地 我們S的交通設施用地 W的倉儲用地 物流倉儲用地 U的公共設施用地 就是株株的公共服務業 農地與廣場用地 然後是E E 就是一些水域 農林用地 以及其他建設用地 然後在整個版圖 又可以看到整個版圖 如果是熟悉版圖規劃的觀眾朋友 相信這些版圖可以非常好看 在整個版圖上 上面我們看到我們最下角的這個板塊 就是黃色的R2 倒尖位置就是我們現時的南城香山小鎮 在版圖上大家看到啡色 M1就是我們今天的關注點 就是我們的廠房用地 大家就會看到南城香山小鎮附近 就是很多廠房包佈著南城香山小鎮 其實大家可以看看南城香山小鎮上的 就是我們M1的工廠用地 工業用地 在下面如果有不熟悉 怎樣看回M1 H23 R2等等 這些圖標和顏色地塊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下方有一個圖例 上面大家就會一一對應 這裡的話我們在這個位置 再轉接到另一個 我們由一個 公信道較高的網站 百度百科去搜尋到 我們M1以及M2 剛剛以上跟大家講到的 一類工業用地和二類工業用地 究竟有甚麼不同 大家看到我們在百度百科上 只需要搜索我們工業用地的類型 上面就會看到分別有 一類工業用地 二類工業用地 三類工業用地 這個是國家規定入面 工業用地分為三類 一類工業用地就是我們的M1 後面的解說就是 居住和公共設施等環境基本無干擾 二類工業用地就是居住和公共設施等環境有一定干擾 去到三類工業用地 就是會有嚴重的干擾 分別大家看到 一類工業用地 就是多數都是打造我們的電子工業 縫印工業 工藝品製造工業等用地 二類工業就是我們的食品工業 醫藥製造工業 仿製工業等用地 三類工業就是 採掘工業 置金工業 和大中型機械製造工業 涉及化學、製紙等等 但整個磨刀島以往是進行二類工業 它都會有一定的干擾存在 但在全新的規劃之後 整個磨刀島上不會存在二類工業的地塊 只會存在一類工業地塊 對人體和環境是無干擾的 基本上大家就不用擔心磨刀島工廠的問題 接著我們回到南城香山小鎮的位置 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南城香山小鎮的二類居住用地上 還有一些正方形白色的小圖標 上面分別顯示了有公交車站 菜育市場 以及公共衛生間 還有我們這個垃圾收集站 還有我們這個再生資源回收站 還有環圍站 都會在這個板塊 再去到公共的一個服務設施 就是我們的幼兒園 還有我們的文化活動設施 以及我們的衛生站 還有我們這個星星的街道辦事處 還有隔壁有一個小小小的社區服務中心 然後上面粉紅色用地A33是南城香山小鎮的板塊 這個帶着一個九字 如果大家還記得剛剛提及到這個 整個磨刀島上會有新增兩個九年義務教育的學校 九年制一貫制的一個學校 南城香山小鎮很榮幸 在整個小區內就會有一間這樣的學校的存在 然後整個版塊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M1是未來不會帶有干擾 對環境對人體是不帶有污染和危害的 所以大家就不用過於擔心 整個南城香山小鎮附近的工廠 甚至我們由航拍都可以看到 南城香山小鎮旁邊的有一間叫做東大的制染廠 現時都是完全停工狀態 究竟它停工的用意在哪裏呢 就是將它的二類工業搬遷進行升級為一類工業 未來放在這裏的更加多就是研製 而不是生產製作 所以這個也不會進行排污 南城香山小鎮旁邊的煙通 就不會再對整個小區造成任何影響了 其實如果大家來到現場 都要發現那條煙通 由整個樓盤9月份開始進行推廣 直至現時 艾雲都沒有見過這個煙通 在進行工作中 沒有煙通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再細分整個磨刀島的情況 再看看隔壁的 第四個表格 就是地塊控制指標一覽表 其實上面 基本上把整個神灣 大大小小未來會用到的一些地塊 會去表明清楚 這份表格 今天就不會太多 跟大家去一一長談 如果大家有興趣 去拿回這份表格 可以通過我們整個資訊的開頭 就會教大家怎樣點到這個位置 去拿到這個表格 如果不想這麼麻煩的觀眾朋友 可以隨時跟我們加油起事進行聯繫 IWIN手上已經準備了一系列的資料 屆時都可以一一發送給大家 剛剛跟我們一起去研究過這些資料 各位觀眾朋友 最終你自己的想法又是怎樣 我是非常之歡迎觀眾朋友 就立即致電我們加油起事的客服電話 立即連繫到IWIN 去留下你的建議或意見 大家其實對這個地塊的看法 我相信看完資料之後 可能都會有一個最終的答案 如果還是有疑慮 都想得到資料正確的一個網站地址 可以隨時跟我們加油起事聯繫 找到IWIN 我就會立即把網站和各方面的訊息 我們手上一系列的資料 去傳給各位觀眾 今集節目又到此 如果下集對於南城香山小鎮 或者磨刀島 甚至整個大番區 各個板塊的一個情況 有希望需要了解 都可以隨時連繫我們街友起事 我們會安排我們專業當地的同事 去為大家一一訴說各種情況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觀眾朋友 記得在下方點關注 按下旁邊的小鐘 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精彩的影片 記住一定要把這條影片 傳給身邊的親朋好友 就可以把這個訊息分享出去 今集節目又到此 拜拜 歡迎各位觀眾收聽我們 加油起事頻道 如果未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可以現在訂閱了 按下旁邊的小鐘 就不會錯過影片了